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有相當多的天文學的新聞 我相信接下來會有一個很大的繁殖轉移 同時在美國公佈了這個重力波的新發言之後 歐洲又有一些新的動作 就是這個歐紀里德的探測器 在我們做節目的時候上了太空 這件事我是做什麼的? 先去找歐紀里德這個任務的資料 它是一個以可見光和紅外光的頻譜 去看宇宙的一個儀器 它的任務就是希望能夠幫我們對於黑暗物質的東西了解更多 甚至乎他們希望能夠去了解這個黑暗能量可以有多少 這裏也有一堆很技術性的東西可以說的 但是簡單一點來說 我們就會說 透過去擺一些人眼可見光以外 尤其是對於一些比較低能量的電磁波信號 我們去量度它的話 是會開啟到我們對於宇宙更加多 就是它的古怪物質分佈是有一些新的資料的 這個故事在先前的James Webb那個望遠鏡 我們已經有一個很好的經驗去看得出來的 就是James Webb看遠紅外線的東西更加多之後呢 令到我們比起以前哈佛望遠鏡的時代呢 就知道更加多這些 這些星體臨去誕生的時候的一些情況 那究竟以往有沒有一些地方 我們以為沒有星實際有星 以為沒有活動實際有活動 以為沒有物質實際有物質那些東西呢 很多時候如果你擺一個活度 紅外線的新的天眼上去呢 你就會知道更加多 那這個就是最好籠統地說 這次歐基里德這個任務 就是那個技術的基礎是來自哪裡的呢 嗯 現在那個說法就是說 其實兩者就不是互相競爭的 事實上呢 就這個James Webb的天文望遠鏡呢 都有協助這個歐基里德的運作的 但是你覺得看到這些新的機會有多少呢 這樣說吧 如果你說一個是比較向著全方位 集中是看 就是說怎麼說呢 James Webb望遠鏡很多時候你是看一些獨立的一個特別的個體 但是有些儀器就可能設計到就是他對於一次過掃一個比較大的範圍 是比較專精的 就是我們有一些好像哈佛那樣的太空望遠鏡 但是我們又有一些新的人做衛星 幫他們專門把全天空的東西掃下來 那James Webb就是他也都可以做到很多這些東西的 但是他本身因為他都很萬能了 所以他也都很忙的很多任務去做不完的 那麽現在歐基里德這個呢 就是亦都是去 你可以說是一個輔助的性質 或者大家一起看同一樣東西的時候呢 就多一個互相印證的途徑 那麽我覺得就不是一種競爭來的 反而是一個互相印證的結果 那麽如果它是能夠幫我們呢 用那個紅外線的波段 來去做一個更加闊尺度的全天空的搜索呢 讓我們知道整個天空那些這樣的紅外線的射線源的分佈呢 那這個其實我們一直是很想做很久的 那麽如果我們找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的確是對於宇宙早期星體的形成 會有一個認識 甚至乎是幫我們更加精確地去限制到 知道那些暗物質是藏在那裡 那麽現在我們看下去 我們有沒有可能看到就是這個宇宙第一顆星的誕生 那麽究竟會不會是由Euclid這個任務來幫我們達成呢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呢 其實我們之前那兩三個星期都有提到的 James Webb已經是積極地在做這件事了 但是我就不想把這個討論 只是擺在找宇宙第一顆星 就是講回那些為什麼這個歐基里德任務 會特別跟那些暗物質暗能量這些東西有關係 那麽這裡又要想回自己在20年前去美國做學生的時候 一個想做 但是最後又自己放棄了的一個研究題目 那麽其實就是什麽呢 去量度一些紅外線的頻譜 而是說這個紅外線的頻譜的訊號是全天空量度的 將這個訊號跟我們現在有的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訊號 來去做一個關聯分析 那麽其實現在如果講今時今日已經有人做了這個工作了 但是當時陳世宏就蠢又懶 就沒有做到 但是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題目來的 那麽它就可以透過這個這樣的理論工作 就可以設定一個的框架 就說如果我們真的將來有這樣的訊號下來的時候 我們只需要跟這套運算去做 我們就可以獲得到一些什麽的天文結果 來幫我們去預計一下哪些模型對 哪些模型錯 甚至乎幫我們去知道那些暗物質是大約怎麼分佈 那麽其實我覺得歐基里德它有部份的意義可以是在這一方面 就是詳細它那個規格會不會也都好像這個James Webb望遠鏡 去看一些比較小的天體呢 那這個也都要等它發射了上去 那麽看一下它能夠給它一些什麽下來 那麽才再跟大家跟進 但是爲什麽是紅外線呢? 紅外線是一樣能量級數比較低的東西 就是比可見光低 你可以想像就是你去燒東西吃 你還沒透過那個爐 明明那些炭已經燒熱了 連紅都還沒紅的時候 如果你找一個紅外線的探測而看 你已經看到它全都亮了 就是說那樣東西還沒燒到紅 燒到真是黃 甚至發到光給你的眼睛看到之前 其實它已經在發熱 而這些熱是會給到軟紅外線出來的 甚至乎由軟紅外線變成近紅外線 最後就是紅色光 那麽所以呢 我們就是去看一些能量級數比較低的東西 或者正在醞釀著還沒形成的東西 那麽可能有比較多的物質已經聚集中了 企圖它在發生的事情了 但是就沒看到最後有一個很光芒 甚至乎還沒點著到一個核聚變反應 來讓它量度到它的光的信號 那麽所以就是可以想像就是一些 都沒透過的系統都可以由這些 就是比較低能量的紅外線信號去看出來 那麽就是爲什麽我們要量紅外線的原因 是不是有點像我們夜市的時候 要戴個紅外線的那個看 會 會 會 其實我會說是 好 那麽除了這件事 近來還有什麽轟動的天文學的消息 我說多一小件事 亦都呼應上個星期那個有提到的 就是一個關於中微子的探索 那麽在上個星期五也都是美國那邊有公佈 一個在南極那邊進行的一個中微子的實驗 這個實驗專門是從宇宙空間來的這個中微子 它特別針對於就是我們銀河的中心那裡的中微子 究竟有幾多有幾少 那麽上個星期我就提了這個實驗的設計 它就叫做Ice Cube 在南極那裡的這個儀器 那它的結果這次公佈是什麽呢? 那麽雖然它沒有那個重力波的結果那麽轟動 但是我也覺得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就是說 它量到我們銀河是中心出來的中微子的量 比我們想像中少 是相比於其他銀河來說 就不知道爲什麽 我們的銀河中心出來的中微子量 不夠多 那這裏中間發生了什麽事呢? 現在還沒有解釋的 那麽當然再累積多些結果可能也都有一些新的發現 那麽但是我會覺得就是 始終有一些跟我們想像中不吻合的東西呢 就往往就給到我們一些新的問題出來 那麽會不會是有一些明明存在 但是我們這個儀器 pick up 不夠 一些引伸了的中微子 原來是新東西來的 我們沒有找到過呢? 會不會可以是這樣呢? 那麽暫時都是微解之迷的 那麽現在就是說我們去感受到宇宙的信號 那麽我在這裏可以再次總結一下 除了用光去看 就是電磁波去看 那麽我們上一節也講了 也上個星期也講了 就是用重力波去聽 那麽另外呢 用中微子的信號又是另一個感官來的 而且他們在講中微子的信號 和這個重力波的信號呢 最後都有能力告訴我們一些 當我們普通電磁波 當我們無法回答的東西 甚至是可以最後幫我們了解 宇宙更加早期發生的事情 那麽所以我會說了 就是講到一個天文學、宇宙學 接下來出現一個很大的變革 就是我們將會有一些 過往不能夠用到的感官 開啓出來 令到我們可以透過搜集 更加大範圍廣闊的數據 來了解整個宇宙 那但是爲什麽是中微子呢? 就是說中微子有什麽特別的 我們爲什麽去量它呢? 首先它是由核反應走出來的 而且就是說中間的穿透能力很強的 就是它穿透能力強到的一個地步就是說 以前光都穿透不了的東西 它們很多都穿透到的 那這個不難明白的就是說 就算我們太陽射過來的宗微子 很多是可以完全打穿了我們的地球的 但是你太陽發出來的光 無論是高頻的光、低頻的光 基本上在你被太陽 即是被地球遮住了 基本上就不太能看到的 那一樣穿透能力這麼高的東西 它就可以幫我穿透回宇宙更加早的時期 將它那時候發生的狀態去記錄下來 而其他的粒子做不到 中微子做到 所以中微子就成為一個很特別的候選的一個工具 來幫我們了解更加早的宇宙 那為什麼是南極呢? 那又有另一個原因了 那就是你怎麼去排除那個干擾 那他們的任務很特別 要是集中度來自銀河中心的信號 那的確是的 你就算在北半球你也可以看到我們的銀河中心的信號 那第一 放在南極那裡 周圍的干擾會比較小 這個其中一個比較小的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呢 上個星期有提到的 那其實就是 量度中微子很多時候是要做一大缸水的東西 那如果你說回日本他們去捉中微子 他們就要有一個在地下一公里這麼深的礦洞裡面 將它滑 是的 那這樣的儀器來幫你去捕捉那些中微子給出來的信號 那有人就說 哈哈 這樣儲一大缸水都很沒效率的 其實不用用水的 用冰都可以的 那世界上有哪個地方可以很穩定的 有塊很厚的冰在那裡 給你放一些儀器上去來量度呢 南極 所以這個就是Ice Cube這個項目 選擇在南極的原因 那總體來說就是我們 就是這兩個星期就是預示了 就是隔多不知多少年後 我們就說 今時今日我們有這個工具呢 我們應該將來就有能力 根據這些工具去累積一些更加龐大的數據 來給一些更加重大的天文結果給我們 但是它為什麼標明是高能量呢 就是是不是凡是這個中微子都有高能量的特質呢 嗯 中微子本身就是一些以光速行的東西來的 那它之所以發生都是來自核子的事件 這個我會說 我就很奇怪 我們很少特意用高不高能量 你說世界上有沒有一些叫低能量中微子呢 那我又不是很聽這樣的東西 所以你問這個問題我覺得 我覺得不是好像那些人 但是本身中微子就一樣動得很快的東西 嗯 總之中微子就是高能量 我應該這麼想 嗯 是的 就是你相比於什麼來講 相比於什麼 那我們最後總結就是 今天我們有講過幾件事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預測就是 其實接下來天文學會是一個相處大的革命呢 嗯 當你有一個很好的工具去建立它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等這個工具給一個很重大的結果出來的了 那 我至少會這樣說 如果作為一個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 去參與這些這麼龐大的計劃 去獲得第一手的數據 所以未來十年八年就絕對不用仇武 沒有項目去研究 那有沒有一些像是在1920年到1940年的量子力學那個革命 嗯 或者我講近一點點 由那個1990年我們去開始量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到20多年還有新的器材去量度 這樣這件事在整個宇宙學來說 短短的都玩了十幾二十年了 更何況現在是重力波和這個中微子 應該會是 至少十年八年 我想會有很多關於天文宇宙的新資 是來自這些學問 我們也很幸運 這個節目 我們做了這麼久 終於都見到一個 可能是一個 帶來很多革命性的資料的一個時代 但是我們還要做多another十幾年 才能再看到一些結果出來 我說你講很久 我覺得好像不用這麼久 希望 希望 這次我們結束 下一節再回來 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 分享 留言 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